文AI财经社裴陈欣,霍尔果斯,中国西部口岸之首,位于新疆伊尼市,与哈萨克斯坦格霍尔果斯和相望,312国道和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管道都在这里结束,这里既是经济开发区,更是有税收优惠的自由贸易区。 数百家影视公司注册于此,是笔税天堂霍莱坞,最近,霍莱坞正在起变化,这个名号可能会伴随一系列注销公告而成为历史,AI财经社从可靠渠道查询看到,这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9月,就有30个注册,在当地的影视文化公司,发布注销公告,公司将采取自行精算的方式申请注销。 请在全然资本公告发布至日期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来我公司清理债权债务等事宜,逾期后果自负。 事实上,自从今年5月,崔永元发布那条引发税改政策的微博以来,霍尔果斯的影视公司入销就开始密集。 7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发布消息,表示未响应中宣布等母部门对于智力影视行业添加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要求。 应发一个通知,主要指出,影视企业和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如实申报并叫纳税款,不得将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作为所得税前扣除凭证。 影视行业那世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以享受的减免税款。 通知还强调,各级税务机关要严格依法执行税收优惠政策。 AI财经社从可靠取的看到,在此之后,霍尔果斯注销的影视公司运发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通知已经从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删除,而霍尔果斯所属于离世的工商局官网,也无法访问。 显示按照商级部门的要求,该保证临时空庭。 有知名明星经纪人告诉AI财经社,很多明星正在注销民校工作室。 不少工作室注册资本只有一万元,实为空壳,只用于财务运作。 千里之外,作为影视行业的标志性符号,再提恒电影视城,事情也在悄然起变。 零一发气,金水牛牵出来了,恒电的每条机里,都躺着影视的热血。 街边墙群上,和中国梦宣传展版相连,那是加快影视文化产业转型的口号。 政府办公楼的月墙上,红帝皇子,张贴纸银续公司,那是大户光荣党。 随手招揽,一辆出租车都上两圈。 低哥能将两万三帝各路大牌明星的奇闻一事,就着唾沫心子连串喷出。 然而在这里,想要奥运明星是难的,手握一百多块买来的探班联票。 只能看到聊聊几个网大剧组,顶剩其有70个剧组扎堆的恒电,如今断断续续只有15个,却收心正的靴死落地。 范冰冰销声捏迹后,大小老板们想来这座东方好莱坞,劳金似乎也变难了。 横剑东边有一座海拔500多米的磁火山,因为从八个方位,看过去都是一个样。 得名八面山,这座火山源于第四季,距经258万年。 那时林找木的原点化成了人,今日生物界的面貌也已基本成形,正是天地玄荒,宇宙洪荒的时期。 在八面山角,曾经平起的土地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山下压着一头金水牛,能给百姓带来粮食与财富,但必须用一千年的沉稻草喂它,它才能走出来。 牵出这头水牛,是恒电人一直以来的终极目标。 外地人出自恒电,而第一条朋友圈时,多巴会对自己的定位感到疑惑。 恒电城,东阳市,金华市,1997年,陈凯歌受邀来到恒电,设计师将打算问他东阳知道吗? 不知道,直至上司到东阳市所隶属的金华市,陈凯歌才恍然,金华出火腿。 如果不是人造影视成了把地而起,恒电音会在隔壁义乌上冒成,和金华火腿的阴影下积极无名。 转移人于1996年,香港回归在即,导演谢金卫拍摄县离片《鸦片战争》四处寻景。 恒电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主动相邀,后来的是大家耳术能详,四个多元,120只工程队,黄林响萧闪屁地,布置古建,一个占地319亩, 包含150座各类建筑,总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的,1840年代南月接近复现。 现金非常满意,1997年,鸦片战争上映,7200万元的总票房位置当年内地电影《抢防报亚军》,和第一名诸罗金公园2只差10万。 这是中国无限接见世贸组织第一年。 10万,则是恒丁和好莱坞第一次短冰箱接的差距,一份还算漂亮的成绩单。 电影《鸦片战争》剧照《政治正确》,兼成绩单漂亮,一时风光无两。 1997年7月1日,薛恩荣因的《鸦片战争》被请去了香港。 那年12月,该片在第17届中国电影经济奖评圈中斩获五个奖项,恒丁名声却起。 彼时的恒丁净乎一片荒芜,连家乡秧的电影院都没有。 主导产业是高端木雕,但穷一直是小镇撕不掉的标签。 有点萌绿的年轻人多选择南下打工,留守在村镇的老人和孩子,或者,一眼看着八面山,爬齐五根喝粥汤的日子。 但鸦片战争后,度续到来的寄宿和游客让当地人看到了转机。 金水牛被徐文荣牵出来了,秀到了家乡东向的年轻人,从广东的工厂里陆续返回,虎伟德化名即是其中之一。 1972年出生的虎伟德在90年大处就去了广州,凭着祖上船下的木雕鼠艺,迅速融入城市的流水线生产。 同去的祥亲大地如此,有的负责木工,有的负责刷漆,带着积攒下来的第一笔本金,这群年轻人回到横店做生意,买地皮,曾经担心儿子在村里要走五六公里路,才能到学校的虎伟德。 如今已在镇上的黄金地段购置了三套房,身家三四百万的他自言不算搞得好,跟我一起出来的那个伙伴,零几年从广州那边就二手手机过来卖,现在资产一千多万吧? 虎伟德吐了口言,去广州打工的,现在我们这边已经很少了,生活节奏明显加快,是当地人察觉到的第一变化。 他们一边抱怨消费水平太高,都被剧组和游客吵了上去,一边踏踏实实挣着游客和剧组的钱,低格格华化名是土生土长的横店人。 十几年前,当自账农厅被造进征用时,他还对补贴不够颇有怨言,如今却天天拍着胸脯单看,我们一个镇币的少两三线城市。 在横店,格华靠开滴滴,就能养获一家三口,他最喜欢接粉丝的单,在网上检索关键词,与横店旅游相关度最高的便是奥运明星,追星,这粉丝的钱太容易了。 格华直言,载着粉丝从宾馆追到剧组,等一天到明星成功,再拉上粉丝,等一小时一百块,格华不无得意,他们也愿意出来,和我说师傅,钱不是问题,他们这个钱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 我靠,他庆幸,自己家八岁的小朋友,还没有显露出追星的苗头,可能因为减多了吧,看他们都是普通人了。 如今的横店影视城,张氏会红如谷国,珠红色城门打开,镜头里总是万城上朝军王侧峰的大点,或壮士乐万被水一战前的中方,方圆二十平方公里的横店镇内,南疆由东北向西南, 协传而过,从镇南到镇北,两端之间,秦王宫,明清宫院,广州街香港街,十个主拍摄景区乘去落罩集中,南北向举六公里,景致上去跨越了数千年,升至春秋战国,下至今带上海滩,除此之外,还有灵性帆布的大大小小几十个摄影棚,这是人工不仅打造的横国景致,但在镜头之外,横店只是一个镇, 隶属于这家省中部的县级是东洋,挑出戏外,想要靠肉眼和人生经验识别,横店的行政等级实属困难,它就像一个矛盾综合体,当大巴在旅游大厦前停下,越来来到了二线城市CBD, 这里高楼林立,星级酒店的玻璃幕墙,折射着月露余晖,在不足千米的步行街上,星巴克,一点点奶茶,星级酒店聚集,剧组带来的经济活力随处可见,繁荣高度压缩在这一条街,从游客聚集的主干到散开,深入旁边的本地夜市,就能见到不同的景致, 地摊上,亦有大牌勒夺的山寨运动鞋成堆摊开,塑料泡沫为刺鼻,十元一间的密台和山城排挂在档口, 趟着小卷的大妈停销店平车,单脚之地,仔细挑选,这是中国大部分乡镇的日常景象,横店镇最繁华的晚上南街, 在横店待了四年有余的剧组化妆师,阿长告诉我,除了年前,他从不在横店, 卖任何美妆用品,林尔皮塔,此地在吴王宝墙,依靠影视产业,延伸发展旅游,横店迅速超越中国乡镇的工农时代, 飘跃到依托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阶段,时至今日,这个常住人口九万有余,的小镇每年接待游客,数高达两千二百多万, 除了游客,涌入小镇的大军之中,还有数以万计的横飘,从服饰化妆到灯光特效,横飘公众繁复,但大多数人将横飘理解为群演, 群演,是构成横店庞大机体的最小单位,也被充满人们关怀,的眼睛,赋予了浪漫主义的想象。 事实上,天下无贼上映已经是十四年前,现如今,王宝强式的励志形象实属罕见,游走在片场, 我看到了的更多是上揽工的人,都进去,都进去,就像赶鸭子上架, 拳头会捂着道具刀,撵着一对群演进了摄影棚,这次进去的是先到正台, 乐阁一伙人所在的轨道鞋派还不必上工,至少要等一个小时, 这取决于先上戏的主演们进度如何,乐阁去下头套,将兵器夹在夜下, 踢踏着碎石走向墙边,从低矮的灌木丛里抽出一块硬纸板, 啪的一声甩手扔到地上,扑冷起黄土灰,他撩起大褂,一屁股坐下, 又从布靴里掏出烟点燃,最终,猫着腰躺在硬纸板上,打起了盹, 黑色的刀袍鞋甲里三层外三层将它裹得严实实, 8月38度的高温下,闷热一场,但乐阁心里清楚, 户外还有一丝风,更热的是被四面绿幕围住的摄影棚, 不论是否上进,只要到场签到,群演一天就有最低八十块入账, 坐在队伍最后,轮不到就不上,像乐阁这样上懒工的, 大有人在,说难听点,好群演的就是懒家伙, 不想干活,指着小城高墙之外的工厂,乐阁阵有词, 去工厂天天站着干活,做不来的,一旁的洪天也是轨道, 常跟着乐歌婚,没有分到纸板的他,只能席地而坐, 谢谢你们来看我的直播,打开手机,洪天对着直播间, 里,屈直可数的观众熟练的打招呼, 跑线的都玩直播,因为闲吗? 按时出头的他,也不再梦想成为王宝强, 他说自己早已看清现实,横飘众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王宝强之所以被冯小刚选中,是因为救了在天长落水的时发,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以前一个月能跑二三十场戏, 现在一个月就是几场,两人都感觉到,活银血少了, 却没有想过原因,当我问及范冰冰崔永元事件时, 两人都表示关我啥事,我们要能拿那么多钱,早就发达了,乐哥总结, 洪天对范冰冰的是不关心,只一直强调自己见过刘亦飞, 当刘亦飞离开后,洪天在他驻足过的场地找人摆拍了一张, 在这里我叫刘亦飞了,他发了条朋友圈,刚下戏的天到正派, 宽哥听到讨论,来不及脱下行头, 立刻挤到我们中间,呛过了个身下的纸板, 一屁股坐下,从影视帅说到房产帅, 国内民生国际局势,无所不堪, 打土豪,分田地,说到看愤处,宽哥按压十九的河南枪瞬间暴露, 大家都笑了,装逼,宽哥白了躺在一旁的乐哥一眼, 眉山过学,学乱有限,咱不能和他一般见识, 一时间,场面竟有曹桂乱战的穿越感, 对大部分普通横飘而言,横颖心衰似乎与其无关, 却收心证仅只是肉食者谋之的事, 你看到的只是上部分有戏拍的人,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牙根结不到活的, 一位片场辅导告诉我,夜幕降临, 横飘广场聚集着不上宫的群演, 就着混响DJ版的红歌, 人们踩着碎步扭着胯, 内圈脚一舞,万维广场舞, 不远处的商业街上, 还有几个正在直播的卖艺人, 穿着戏服版串角色唱歌, 或舔着肚皮用鼻子抽烟, 直播间里,掌声稀拉, 跟舞打赏, 混不下去就走, 我走你也走, 这是群演心照不宣的共识, 在横店, 想成为吃正上岗的群演不是男士, 身高外貌从没有统一标准, 最苛刻的条件是, 女士过肩长黑发, 男士短黑发, 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 横店演员工会注册登记的横飘演员有四点八, 万人, 其中常年飘在横店的有六千到八千人, 午休时间席地而睡的群演, 没有与横店修期与共的连结, 横飘无所谓兴衰, 事实上, 历经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后, 横店模式正在各处被不断的复制粘贴, 大戏选址, 设成造景, 剧组进驻, 游和涌入, 鼻气是大学的经营, 横店作为符号的意义日渐浓厚, 要演戏被意味着上横店, 但事实上, 而今, 剧组真正拍戏的地方可能是二百多公里之外, 新进崛起的象山, 零三危机, 往大衰落与象山崛起, 回哥的客栈位于秦明上和图路, 在清一色蓝底白色的招牌中, 客栈木屋加绿植的外表异常显眼, 这是凭借着响亮的招牌争取来的特权, 这里握古藏龙, 江湖气息浓厚, 两天时间, 客栈接待了三位记者, 六位投资人, 两位制作人还有数不清的蠢眼, 就像西尔雷亚比奇在塞纳河边开设的莎士比亚书店, 是怀着梦想迷茫探索的年轻艺术家的栖身之处, 更像童相遇在七侠镇开设的童福客栈, 是他逆绝间者的情报交流中心, 在这里, 你只要睁大眼睛竖起耳朵, 就能发现横电最细微的风向变化, 又延期了, 剧组说不需要那么多演员, 慌了, 又是去向山的戏, 听说七十个剧组都叫停了, 哎呀, 横电待不下去了, 感觉要去好莱坞发展了, 客栈公共区域, 场主的群演们在恋谈词的空隐抱怨, 对于横电的兴衰, 慧哥有着生意人的天然敏感, 客栈很久都没有满房了, 今日满房, 无人上床的招牌, 现在和第二林峰会公安特别提醒, 的立派一起堆在门后, 露满成规, 横电最近的一次高光时刻, 发生在三年前的网络影视景喷漆, 2014年下半年, 往大, 往去的概念逐渐明晰, 投资上, 回报快, 门槛低的特性使其受到资本热碰, 人们津津地到了的是2015年的一部道事出山, 不足30万的成本, 赚取了2400万的票房, 80倍的收益令人眼红, 是一次, 赚钱了就继续投, 失败了就不再投资, 一位网大导演偷西笔时的投机先礼, 涉钱的涌入式行业野蛮生长, 江湖传言, 当时剧组任意一位工作人员回老家去, 都能拉到一笔钱投胎往大, 小剧组迅速入恒店, 一位片场工作人员回忆, 最鼎盛的时候有70多个大小剧组在恒店一起改新跨年, 数据显示, 2015年, 中国全年生产电视剧目共429部, 其中网剧是379部, 2015年, 网大共有700多部, 次年增至2500部, 那是一个骚动的春天, 惠歌调侃, 几乎没有管制, 只要不是超限制级, 平台都给上, 眼尖一部分人发了财, 惠歌也动了心, 投了五六十万块钱, 那个时候剧组多到什么程度, 拍摄景区, 一个挤一个, 其他剧组的不景, 演员乱入, 怎么拍都穿帮, 回想起当时的热闹, 一直往大导演在饭桌上笑出了声, 景区是有些大剧组使用的, 要站上场地, 小剧组只能等待, 但他们大多成本有限, 排摄日程紧凑, 耗不起, 只能选择离开, 这对新进崛起的影视基地, 无疑是一个契机, 同属之江, 二百六十度公里外, 宁波向山城为城建恒电外流, 剧组的头号警队, 2003年, 恒电集团之江影视旅业有限公司, 正式更营, 为之江恒电影视城有限公司, 同年, 张继中正为神雕侠侣寻找场景地, 得益于一块不会穿八个贪图, 向山被选中, 神雕侠侣和赵氏孤儿两座城的建设耗费了几四个意义, 向山影视城建起后, 最初每年的营业收入只有五百万元, 不同于恒电之王徐国荣大首一辉, 先见后批的模式, 比恒电年轻十二岁的向山影视城发展思路 更具现代性, 靠民间资本以待见, 向山迅速落地山瓜配套, 剧组扎堆涌入, 对向山来说无疑是种前蜜的负担, 不同于前辈恒电先大后小的简单粗暴, 后来就向山专门配置了鞋拍员, 提前协调各剧组拍摄进程, 解决剧组场戏拍和用车乱象, 1999年, 恒电宣布对国内爱剧组免收场租费, 来此取景的设置组络络绎不绝, 为了来剧组, 向山模仿了前辈的早期做派, 提供各种优待, 同等规模的景区再向山一千元出头就可以用一天, 但在恒电, 这个价格绝对打不住, 一名往大导演抱怨, 各种收费名目也多, 早年间, 剧组摩肩擦装的广州街景区如今一派寄聊, 现在开拍的剧组只有一个, 售卖探帮票的工作人员, 向游客无奈解释, 剧组聚累了, 游客不解, 却没有得到回答, 向山区的报喜报, 截止2018年7月底, 今年向山影视城接待拍摄剧组97家, 不降板增, 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2.8%, 向山影视城, 广州街景区的售票处外, 偷到黄色渔夫帽的导游椅招栏杆上, 一手用街客单上着风, 一边无奈乏的向同行抱怨, 这里管理太差了, 散客和团体售票窗口, 都不知道要分开, 向山现在都是分开的, 向绿高太多, 名次变局, 是改试验田, 王中军曾改改横店是一块福地, 1998年, 创立三年的华裔兄弟出入影视圈, 手头攒了几千万, 的王中军自感幸运, 手里有两二糟钱, 就想掺和一把, 他出刺试水, 是投资英达的电视剧先离诊所, 近赚400多万, 此后, 长到铁头的华裔兄弟, 宣布正式进军影视行业, 第一部剧制是陈凯歌的《荆轲刺勤王》, 为了这部片子, 在广州街的十公里外, 庭王宫在横店南端拔地而起, 2004年, 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获批成立, 华裔兄弟成为首批签至横店的影视企业, 此后十数年, 注册在此地的影视公司享受的是, 电影审批全下放至实验区, 区域内注册企业可想长达十年的税收优惠, 得到净乎全额的税收返还, 除此之外, 影视公司, 明星工作室们还在用地址标的倾斜, 财政补贴, 上市后的现金奖励等多方面受惠, 那是横店的黄金时代, 有人将其称为东方好莱坞, 注册造星, 运转有序, 从场地到道具, 从剧本到后期, 只要带着钱和明星来, 就能带着成品回去, 但对影视公司而言, 这里更像开曼群岛, 补协优厚, 政策稳定, 2017年, 东阳市全面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3.9亿元, 其中横店影视产业营业收入, 为228.1亿元, 旅游收入为192.7亿元, 在影视大道西侧的横店镇行政中心, 政府办公楼紧挨着横店影视公司, 面墙上张贴着2017年东阳纳税百强影视企业名单, 红鼻黄紫的喜报上, 排名第一的即是华影, 身处是受风暴中心, 与发冰冰关系密切的 和堂的影视, 以及手机二出平方之一的东阳美拉也榜上有名, 当随勇然撕开一样合同的外衣, 蝴蝶扇动了翅膀, 在王中军的福地横店, 一场风暴随着额并转查站的税收新政正一同酝酿, 税收新政的影响力是曾极低增的, 在基层横飘眼里, 这是属肉食者, 与己无关, 但在一场大老投资局, 我见到了最为新正, 有新的一群横店人, 他们彼是什么都不懂的一代影视投资人美老板, 去现可以不计成本割韭菜的上市公司, 他们的自信来得简单, 在网剧时代, 他们曾用真金白银, 视错总结出一套不成文的投资逻辑, 粗暴, 简单, 实用, 杰戈发来的公司定位是在一个村庄, 那里距离商业中心, 恒店集团所在的万圣街只有不到三公里, 却像是两个世界, 一排排起着灰色瓷砖的四层小楼, 沿着新修的水泥的岩展开来, 抬头可见三两颗站招牌, 空出的绿化袋被村民们抢现填满各种农作物, 芝麻, 豆豆, 玉米, 高低错落, 从一楼门面房间去集市大厅, 正中央摆着一盏功夫茶桌, 但桌少除了自动烧水的功能被开启, 其他茶具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不论入客, 都捧着大玻璃杯冲泡茶叶直接喝, 房间右侧的玻璃门里堆着酒箱, 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罐蛇酒, 一条拳头粗细的大花长蛇盘聚在塑料桶里, 包括在后面厨房炒菜的, 屋子里至少有五家影视公司第一老板, 杰哥向我介绍, 这些看上去, 玉文艺毫不踏遍地老板们名下, 都有至少一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从三百万元到一千万元不等, 华裔只是少数大块头, 横店遍地都是影视公司, 横店影视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透露, 但是注册的在影视产业实验区内的, 保守估计就有一千多家, 杰哥出身五行, 在影视圈摸爬滚打近二十年, 五年前转港制片人, 甚至投资入风险, 只是幸运地没赔过钱, 现在的制片人和一天不一样, 以前的制片人就管生产, 像是工厂厂长, 你把钱给我, 项目给我, 厂里制作好, 交还给你了, 现在的制片人, 前面的项目资金, 中间的制作, 到后期宣发, 你必须得一条龙, 就像现在他们所说的, 这个, 区块链, 就是要全部贯穿, 杰哥一再感慨, 现在制片人不好做了, 现在影视圈就是很多不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情, 包括我也不专业啊, 我不能跟陈凯哥, 冯小刚比, 从事苗母培日发家的林佑, 晃明马挽着手串, 一脸严肃, 林佑的左手手腕处, 歪歪斜斜, 都网着一个选字, 他参投的一部农村皮彩电视剧, 目前正在陌生极威视黄金时代播放, 负责影片宣发的他和朋友谈起行业乱象, 一场耿直, 他们拍网大, 拉投资都说百分之百能赚, 我爱于面子不戳破, 百分之九十五的网大, 你拍完, 就趴在那里了, 百分之百挣钱, 百分之五拍完的里面, 还有百分之九十几是宝本的, 一百部里有两三不可能挣到钱, 你拍胸脯说你挣钱, 我看得太透了, 十步二十步往大拍下来, 老板死了, 他乘去帮赚工资活了, 就这么可怕, 在他看来, 投资影视的没老板都是盲目在头, 啥也不懂, 被骗的太多, 死的都差不多了, 不请流量明星, 这个剧你帮我卖, 好不好, 可不可以, 你说不请他, 苦难为事不要怎么办, 东阳他要, 能给多少钱, 这个税本身和影视公司没太大关系, 但明星一直是拿税后工资的, 他不接戏, 你的项目都要黄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 加税都是加在投资人身上, 穿着红色改良中山装, 投资人云鹏化名抽着雪茄火帽三丈, 他手上, 一个原计画本月开机的项目, 现在迟迟没有进展, 同一个拍摄地, 春国七八个剧组都停了, 华夏园摄影鹏前停放的闲置剧组用车, 云鹏猛吸了一口血, 又点点桌上的戏剧烟, 你看我现在抽古巴雪茄, 以后西子阳光都抽不起了, 应该再下一条命令就好了, 必须演员交, 杰克总结, 众人纷纷响应, 谈及此次税收心争, 杰克颇为乐观, 条条款款在那里, 我们不跳出来, 再怎么查再怎么弄, 我们都能走, 现在出了这个政策也好, 地方政府肯定有对策的, 这些声音的主人出身五花八门, 卖火腿的, 搞地皮的, 养苗木的, 在杰克的饭桌江湖里, 老板们看不上没老板, 也知道自己不专业, 他们也许是行业的加薪层, 却是横飘的顶层, 在他们之下, 是开客栈的会哥, 以及更基层的群演们, 顶层的乐观不是没有依据的, 这次犯局之后不久, 横电地方事务部门组织 内影视公司的讨论会, 一方面跟影视公司的负责人 探讨商量对策, 另一方面, 则仍旧在跟上机主管部门沟通, 在隔壁于城间横电影视副社的永康市, 地方政府牵头, 也召开了相关座谈会, 政府是三个部门, 财政局, 国税局, 地税局, 文化局, 生产间的管理局, 甚至水利局的领导都出席了, 一位办局老板告诉我, 空旷的广州街香港街拍摄景区, 但税改新政的靴子还是落下了, 横电个影视工作室, 一路续收到税务局通知, 这影视工作室, 以不符合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管理条件, 定收方式将改为查账征收, 大局已定, 陈济十九的大局陆续行动起来, 黄思涛, 吴秀波偶尔闪现, 演习攻略大火的大猪蹄子, 也安心在恒丁安排了国庆里面见面会, 只是范冰冰仍在露面, 这事对于恒丁而言,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这座小城曾演绎了这片大地上的影视神话, 诗也润也, 在哪儿重现?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